内蒙古通辽的一个采石矿场 在作业的时候 砸出了一座古墓 工人很快联系到了当地的文物部门 一接到消息 陶古工作人员马上赶到现场 进行紧急清理 专家回忆说 整个墓室不算大 而且看上去非常简陋 粗糙碎石是墓室的主要建造材料 根据形式特点 工作人员基本能够断定 这是一座辽戴的古墓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并没有十分在意 看到这样随意的墓室 也就没有太高的期待 然而在随后的清理过程中 一个精美的红色棺果 展现在工作人员面前 纵然时间流逝 红色棺果上 绘制的金色凤凰 依然色彩夺目 当时大家十分兴奋 因为和龙一样 只有皇家女性成员 才能采用凤凰的图案 这座棺果里沉睡的 极有可能是后妃或者公主 打开红色木棺的棺盖 龙凤图案再次出现 金色凤凰围绕着金龙 大家几乎能断定 这一定是皇家尊贵的女性成员 接着打开内棺盖后 神秘的墓主人终于出现了 华丽的丝绸练衣 覆盖着尸体 她的脸上 盖着厚厚的黄色面纱 由于牧主人身份比较特殊 工作人员并没有急于开始 对衣服和面纱进行接取 工作人员采用X光机进行探查 以便更加准确了解 牧主人身上的随葬品 以及牧主人的身体结构 在掌握牧主人佩戴事物的分布后 工作人员从尸体的头部开展工作 慢慢地揭开面纱和头裹 乌黑的发际上戴着黄金头顾 而且头顾上刻画了十分精美的凤鸟图案 接着相由宝石的纯金耳环 红玛瑙黑水晶和金丝球编成的项链 被清理出来 这些精美的随葬品 再次暗示了牧主人的高贵身份 在工作中 有个细节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牧主人的头骨发黑 通常这个现象代表中毒 为什么高贵的人物会中毒 带着这个疑问 大家继续工作 当专家一层层揭开衣服的时候 银色的液体躺了出来 突然有人大喊 危险快走是水银 考古工作随即暂停 虽然进度因此搁置 但是头骨发飞的原因却找到了 剧毒的水银是罪魁祸首 经过防护处理后 工作人员继续工作 大家在内观中 发现了大量的经营首饰和玉器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均属上乘 大家还发现了一些特别的随葬品 银号角 神鞭 铜铃铛 这些在当时都是巫师的必备之物 从牧主观过的文样 随葬品的多少和品类 专家签订 牧主人极有可能是鱼鲁骨公主 身份尊贵加上萨满的身份 都与辽太祖阿宝基的妹妹相符合 经过查阅相关文献 也找到了她牧师如此简陋的原因 鱼鲁骨公主的丈夫曾经举兵反叛 没能成功最终自杀 鱼鲁骨公主也因此而死 在下葬的时候 极为匆忙 没能建造奢华的牧师 通过高科技手段 专家还原了这位牧主人的相貌 人们也就能够一睹 这位辽带大萨满公主的真容